电视剧《无剑忠》近东饰演的陆锋在被闪关算计后,是被各方追捕。张志坚饰演的闪关还特意派了一个杀手,追杀陆锋。可以说陆锋要是没有主角光环,现在坟头都可以长草了。在陆锋被围捕的这段时间,王立坤饰演的花项羽是很痛苦的,他对陆锋产生了无法压制的爱情。 但有一点说不通啊,就是花项羽怎么说也是精英特工,又是一个杀手的角色,他可以动情,但是为了陆锋如此不管不顾,甚至可以违背组织原则,要带着陆锋私奔,这是不太可能的。 毕竟吴剑,之前对两人情感的铺垫没那么多,因此理解花项羽爱上了陆锋,但不理解花项羽竟然爱陆锋爱得如此之深,到了敢于和世界为敌的地步,这个是缺少铺垫的。 如今,吴剑,钟晋东饰演的陆锋想要破局,就只能找到寄云中留下的东西,把闪关扳倒,自己才可能有一线生机。 张志坚饰演的闪关大概率,一开始是我党人员,但在执行火凤凰的行动中,他叛变了,出卖了同志,那位玉荣秋就是如此被出卖的,而且玉荣秋可能是闪关的妻子,因此他才会出现疯癫的状态。 闪关出卖了火凤凰行动小组的其他人,投靠了日本人,之后又投靠了军统,现在的他可能还是多重身份,双面乃至多年间谍。 如今的闪关是眼看着战争要结束了,因此急于洗清自己过往痕迹,他不想被清算。 这个时候,吴剑中纪云中从左腾号二那里拿到了一份情报,就是有关部分日本在军统安插的间谍的信息,里面应该有指向闪关的证据。 当然,纪云中手里的东西不可能直接把闪关的间谍身份做实,不然的话,纪云中本来也不是直接听命于闪关的, 他直接对沐昔后负责,纪云中要是已经确认闪关的身份了,那么他肯定会及时上报的。 这样的话,张志坚饰演的闪关早就被拿下了,沐昔后会找个风水好的地方,直接把闪关给处决了。 按照剧情的年份设定,沐昔后也没有必要,知道闪关的身份而故意不戳破,搞什么局中局的可能。 再说了,看纪云中的那个状态,他就是不服,并且怀疑闪关,他要是确认了闪关有问题,是不会让闪关安排自己走的。 综合来看,纪云中手里的东西,应该是对闪关不利,但不是什么确凿的证据。 无间中晋东饰演的陆锋的机会也就来了。 纪云中生前把带有线索信息的打火机扔进了陆锋的大衣口袋,晋东饰演的陆锋也清楚,如今自己被各方追捕,身边只有花项羽和蓝冰,他已经让一对妇女生死了。 自然清楚,要是找不到破局的办法,他们三人难逃一死。 后面虽然困难重重,但必然会拿到纪云中留在保险柜里的东西。 到了那个时候,陆锋应该就会查到,火凤凰计划,闪关的背叛行为,甚至说他查到了自己父亲是被闪关害死的。 陆锋后面是要找闪关完成复仇的。